会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一开始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为什么会想要整理出 这十年的心得这样的一本书 其实写书这件事情 就是多年来一直陆陆续续 有一些有人会提起 因为他们大概也知道 其实我们的重建蛮戏剧化的 比如说像外人理解的 就是说那灭村之后 然后大家很有爱心捐很多钱 然后民间团体也盖了很多房子 然后你就住进去 然后从此安居乐业 那事实上如果读者有机会去看这本书 就会知道其实当中是 事实上有很多曲折的 当初没有马上动比的原因是在于说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在区的产业重建 因为如果大家有去了解 巴巴莫拉克风采就知道说 他跟921重建最大不同 是921基本上是原地重建 因为那房子倒了嘛 大家就是可能就需要社会的帮助 然后再把堂子重建起来 但是他的邻里关系 他的地缘关系没有改变 但是小云村 摩拉克最特别就是他被迫必须牵村 大家如果有有点印象 应该小云村的有印象之外 其他地区也是一样 就是土石流非常严重 那基本上就是很多区域都被认为危险 所以政府都不希望当下的气氛都不希望你们来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很快的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说一定要牵村 那小云村是没有选择啦 不像别的部落是有选择 那我们是灭村了 然后也确定原地无法重建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要异地重建 所以我在前几年其实一直都很努力的 想要去把整个灾区的产业重建 整个发展起来 那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这是迫切的 所以我并没有马上去动笔去写这本书 那二方面 一般人大概也很难想象自己会有办法去完成一本书啦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去着手 那真的会动笔去写这本书 其实是因为我的两个小朋友 因为我两个小孩 就是两个女儿嘛 那去年这个我休息的时候 然后就有很多时间陪他们 那我就发觉 就是会跟他相处过程当中 会想到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你小时候就对 对对对 在小云村的童年非常快乐 因为我们小云村 一山傍水 三地区 我们前面就有一条南紫仙溪 后面就有一个 有山 所以小云村是一个 整个村子不用冷气的村落 以前是夏天冬暖夏凉 是非常舒适的 我就觉得我好像支持我去做重建的力量 并不是在于说什么名或利 而是我对小云村的感情放不下 然后想到我爸爸当初一个人 就是无亲无故的来到小云村 然后被特赏这样子照顾 然后让他吃了三年的白饭 你顶多请他吃一顿饭 但不是说我们人小气 而是说现在的民情风俗 跟当年大不相同 没错 对 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到说 哇 一个平补主的大哥愿意收留我父亲 我很想让世人知道 那种种原因 加上我想 等于是说 我怀念我的童年 我想让小孩子认识我的童年 我追死我的父母 我怀念以前小云村的人情味 我就觉得说这些事情应该被记录下来 否则有一天 大家都会遗忘 只会记得 98年8月8号的小云灭村 然后这本书呢 总共分为五个章节 对不对 那一开始在第一个章节就讲到 你爸爸跟你妈妈当初什么相遇这样子 然后才会有后来的小云商店 对 第一部其实就是写昔日小云 我最早应该说这本书的起行动力 就是想让大家认识小云村 知道小云村的过去的种种 知道它是一个有温度 有很多人情味的一个村落 而不要只停留在灭村这两个字 所以我第一部 其实我花了最多时间是第一部 因为他甚至是写很多 我还没出生之前的事情 我相信主持人看的时候 应该会看到很多那种 应该是说会有很多画面出现 那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 甚至我们更早以前的 那个年代的事情 那个时候小云村没有录的 是必须用走路的去小云村 那我在写第一章节其实是掉泪最多次的 其实每一章节我都有掉泪 一到三 其实基本上我真的都是 流着眼泪在写这本书 那尤其第一部我在写第一章 我前几篇我是改最多次的 是 就是写了我爸爸 然后我才去想到说一个14岁的孩子 当初怎么可能就这样来台湾 然后你可以想象他逢年过节他都是一个人的 14回的小孩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国中 国三国二国三这样 我突然很心疼他 就那种感觉是他怎么撑过来的 对他这种日子过了六七年 好那我就边写边哭 边写边哭 对那所以我就也很努力完成第一步 就是回忆我的小云村 我们家的故事 然后小云商店 然后以及我小时候 不管是在我们唯一的信仰中心 北极店 还有这个冷器啊 做的包子小云包子 还有这个过年的情景 我就想把这些 这些快乐欢乐记录下来 而第二章节 二水降临 我谈的是转折 就是那场风灾 对对对 然后这里 其实这部是我最沉重的一部 就是如果主持人有看 就是第二部其实 在短短的七天 我写了十篇 那几乎都是生理识别 然后那时候你人在哪边 我人在台北 对就是我跟很多小云村的孩子 或者南部的孩子一样 都必须北漂嘛 我也是一个典型北漂的孩子 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 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典型北漂的 南部的会冠孩子 然后爸爸疯在那一年 刚好我父亲是前一年过世 所以那年的父亲姐也没有计划回去 那台北是没有什么风雨 所以我实在是没办法想象说 台北是微风细雨 没有到南部 我们居然就是我们的村庄 一夕之间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就化为乌游这样 所以那时候联络不到 大家都以为只是断讯 或者是不可能到整个灭村 对不对 最多就是土石流而已 对对对 因为风灾然后断讯这种事情 在我们从小在小林村长大孩子 太熟悉了 以前是只有四话 所以通常最早就是断讯 就是电话不通 再来就是断电 我都说七点 所以我们蜡烛早就备好了 我们乡下这种作战 都是已经很习以为常了 然后也会停水 所以水出来 我们是接山泉水 所以水会变佐 洗澡的时候都是洗那个泥巴水 所以小林村的孩子都觉得 断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越往后期 就是手机基本上都还能够通 所以当大家觉得 手机都打不通的时候 就觉得是有蹊跷 然后越来越多人传出来的消息 都口径一致 就是稍然鬼也没了 这就有影响深刻鬼也没了 我很难想象什么叫整个不见了 而且应该打不到自己的亲人 也会试着打邻居 如果邻居都打不通的话 就真的太奇怪 所以那时候就是小林村的所有的对外统领都中断 大家能试的方法都试过 那其实我事后了解是因为8月9号灭村那一天 其实就已经早上9点多就已经有消息 从贾仙那边 贾仙的街头传开了 贾仙离我们大概14公里 那就有住在贾仙的小林人听了很担心 他就徒步走进去 已经走进去看了 对对对 他叫阿民 阿民就走进去 然后就在快到的时候有人拦下他 就跟他说你不要再走 他说我们不要再走 他说我走你会堵不住 然后他就骑摩托车载他过去 因为那还有一小段 但那一段路交通没有问题 就骑摩托载上去 然后一看到就两脚瘫乱 因为眼前看到的是整个村中不见了 被以为平地 就整个山壁崩落 然后把整个村子都掩埋这样子 对 几乎等于是说 一个沿城整个山坡坡体 整个往下滑动 对对对 那已经不是表面的土石流 或者什么水土保持那些问题 那其实根本问题当然就是 他的地形原本可能就是顺向坡 然后又短时间内吸了太多水 然后可能又因为有一些工程的问题 种种的因素综合起来 就是所有的不利因素 集合在8月9号的那一天 那就不幸 就六点多就发生灭存这个事情 然后你们那时候 多久的一个时间决定要成立自救会 自己来处理表决一些事情 这个我书上写的其实是我们是第八天 第七第八天成立 那原因是说 其实我事发的时候我人在台北 那头几天我跟所有人心情一样 就是想着不可能不可能 就是也许理智上你会知道这种事情 这种新闻不会空穴来风 你会知道不是空穴来风 但问题是你又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你就会强迫自己去相信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 这个是误传误传 乌龙一场 怎么可能灭村呢 从小到大没听过这种字眼 那最后接受他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第三天了 那段时间都一直有在跟同学联络 然后掌握里面的情况 因为那时候我哥叫我不要回 他说你回不来啊 贾仙整个是孤岛啊 那你回来也只是跟大家挤在 那个避难中心嘛 也帮不了忙嘛 你就先留着吧 对 然后于是变成说我在台北 我可以很冷 比较冷静的去看 看到我们灾区的 我们的亲人的一些动态 就发觉哇 怎么大家很没有组织 然后等于是不知所云 当时的大家只有悲伤 就很乱就对 很乱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把自己的诉求整理出来 然后很快的透过媒体去告知 不管哪怕你是要重建一个村落 我当时相信是台湾的人是很有爱心的 这个事情是做得到的 可是我看到的不是这样子 是乱成一团 那我同学就是我们一直在联络 然后他才会讲说你赶快回来 好我们这边很需要你 因为你是村子唯一一个念法律的 好然后你又有开公司的经验 好那那就我我当时就觉得说 我已经知道说我们回去该做些什么事 就是至少第一个你一定要追查原因嘛 然后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 这个四百多条人命你绝对不能这样子呼呼为的鬼啊 那第二个事情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想办法争取重建小林村 好然后而且不是以剩下的人来 因为以剩下的人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剩44个人了 那已经构不成一个村落了 好所以我说 我说这这两个诉求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就回去帮忙 那我回去那天是头七前一天 其实我新闻稿啦 或者是一些标海报标语啊 我都准备好了 然后当时就知道说 他们有临时推派一个简单的自救会啦 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来担任发言人 那我就 头七那天我们来协助 我们来开一个简单的记者会 一定要在那一天把声音传出去 否则错过这一天 你的时间会越来越不站在你这边 这个当然是我个人切身之痛啦 所以也是分享给万一不幸有遇到这种事情的人 就是说自救会这种事情 你绝对不要拖过七天 能找就找 然后有一个组织 然后会整大的资讯 还有一个好处是 他会安抚大家的情绪 大家会知道 有苦有痛 可以有一个疏法的管道 而且会转移交点 不是只是哭而已 就悲伤而已 对对对原本 原本大家没有这个组织之前 不知道我们可以对外发声之前 大家就是悲伤 然后每个记者问的问题 都是一样 就是你家走了几个人 是谁走掉 然后问完就开始哭 是 那所以 所以后来我就在 因为那一天 就是等于登高一呼之后 获得极大的回响 那村民 包括周大哥就说 阿鲁 他叫阿鲁嘛 这种事情 你们年轻人也要站出来 我们站起来 不要做点点厚顿就好了 那我就这样子被推派出来担任会长 然后一直到后来 我们有去正式的改选 然后也几乎是全票通过 然后担任第一届的重建会的会长这样 那其实从整个时间来发展 从一开始这个政府部门 并没有预期这么严重 一直到最后这个 舆论的报道越来越大之后 他们知道重视 然后包括这个 那时候的马英勇总统 也曾经到你们那边去 也亲口承诺说一定要重建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有 后来才慢慢发现 其实重建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找一块地 然后大家表决一下 然后就重建了 是不是当你这个投入月身 才发现原来工部门 师部门 或者是慈善团体 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个想法 重建很复杂 对不对 对 应该是说 其实我巴巴莫拉克 重建的复杂在于是千春 那千春等于是 找一块新的地方 然后从零开始 那就涉及到很多事情 就是像我们 离乡又离村 就是我们原本在 甲仙乡小林村 对 后来变成山林乡上平村 嗯 那等于是 整个远离原居地嘛 对 那你原本赖以为生的一些 土地啊 山啊 很有可能都离你很远啊 嗯 甚至是可能 像小林村而言 是我们的 那个山坡地 根本都没用了 嗯 因为它整个崩塌了 对 你也无从丈量起了 所以最后 最后政府都收回去嘛 嗯 那当你 一个原本住在山里面的村落 你没有了山 没有了田地 那基本上你要靠什么 生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 确实我们 没有预料 重建后面会那么 会这样发展 也这么复杂 就是说 政府受了舆论的压力 对 然后它积极 勇于认识是好事 嗯 可是积极认识就会变成 追求效率 大家关心说 你什么时候重建好 越快越好 嗯 把房子盖起来 好像把房子盖起来 就等于重建完成 嗯 这是一个 呃 我很希望留给 下一代的一个经验 就是重建绝对不是 等于盖房子 嗯 它是整个 原本生活模式 形态的移转 对 继承 那你必须考量的 文化 产业 教育 等等的这些东西 绝对不要求快 那我就讲嘛 因为这是一个 寄生战单身机嘛 哦 maybe也许因为我们的发生 所以 舆论媒体很关注 嗯 就会给当时的执政党压力 对 没错 执政党就会想要 赶快把事情做好 然后加上又有慈善团体 也积极求 求着表现 嗯 我们姑且不管它 求表现的动机为何 但 出发点总是好的 嗯 但是表现出来的 方式 maybe 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嗯 或者没有 跟我们充分的沟通 因为就我所知道 我书上有写的是 我第一次看到 完成的重建计划 是在 庙堂之上 也就是所谓的 行政院的重建会议嘛 那并不是 游下而上 就是你都没有参与 就已经看到 整个重建计划出来 并不是说 先找村民 而且我必须讲一件事情 小林村在40天之内 做了两次 千村公筒 我相信很多人会难理解 灾后40天 我们连家人的丧事都还没办完 我们就做了千村的公筒 对 那千村公筒是何其大的事情 就我们现在 承平时期 我们很理性的去想 千村公筒应该是说 你可能有ADBD 那ADBD各有什么优缺点 你要列出来 然后你们来之后 我们这边可能可以有什么样的 就业保障就业机会 你会面临到什么情况 我们分析出来 然后AD的建案长这样子 BD长这样子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们去讨论 如果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程序的话 或许今天就不会发生 一个小林村变成三个小林村的缺憾 对 现在已经分三个村了 是啊 这是终身遗憾 但是就如同我书上写的 我觉得也许很多历史上的改变 都是很多的偶然 加起来形成一种必然 可是这整个十年这么漫长 今天你个人在这个经营会场 也曾经被误解 对不对 因为大家可能耐不住性质 或者是怀疑你私人可能被摸头了这样子 对啊 对啊 就是前面甚至有 因为当时我们比较倾向由 红十字会来援建 因为他们在援建方面 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立场 就一切尊重我们 那当然有些团体 他的立场比较鲜明 对对对 就是说我就是画好这个土了 就是长这样子 你们就是来住就对了 那比较没有什么沟通啊或者调整的空间嘛 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去找那个可以让我们从头到尾参与的啊 那后面就有人传啊说 据说我拉一个人到这个A团体 我一个人可以拿150万 人头费 就是这种传言 你知道就就如同到现在为止 我们国家赔偿好不容易胜诉 但是因为胜少败多嘛 对大部分呢还是没有 大部分都是输掉嘛 九成以上输掉嘛 那大家没有拿到钱嘛 那后面又有产生裁判费啊 结果他们的矛头不是对法院也是对我 对就是 我说没想打盘要败啦 这个是你任何人去从事这种公众服务都要有的心理准备 你做得好人觉得应该 做得不好 大家就是找你 所以当时 房子谣传说我一户可以拿100多万 然后现在说裁判费说法院会给我退佣退多少 还有趴处可以退 所以你 你懂吗 这些东西就我们正常 我相信在都会区的 尤其在大台北 有 相信不可能去 就一听就知道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嘛 宏慈日会怎么算款编给我钱 法院还会给我 裁判费还会 还会给我一定的比例 但是这种谣言都在乡下就是活生生发生了 而且还有人信 重点是私下也不少人相信 其实为了访问这本书我也去看了一些你们过去的一些灾难影片 一些以及一些其他的友台啊 他们所做的一些这个报道 其实有一个部分提到当初这个小林村村长到底有没有及时撤退 你个人怎么看那时候村长他的一些决策 你们那时候到底是撤退有用吗 OK好 我从几个层面来讲 首先我第一个讲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忍不在现场 所以我不能百分之百的去替村长或者替村民做一定的就是所谓的眼见为品 但我因为国陪案子我从头从一开始收集资料我都从头参与 所以我大概我收集的资讯应该也是跟律师团 我们这边是最完整的 然后我必须讲的是说 我首先讲我们的村长刘仁河村长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村长 他跟我家是私教 市长就是隔壁邻居的隔壁又隔壁而已 差一户 对对对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那跟我大哥是同学同班同学 这个人的人品跟能力我们先我这边先很强烈的去给予一个肯定 所以事后当最终审的判决把所有责任都推向村长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不能接受的 你判我们赢我们很感谢你 可是你判我们赢的理由是把责任推到我们村子里面一个我们敬重的人 这个你懂吗 这个这个这个是很不能接受 我觉得你们是有理由赢得这个国家赔偿 可是又塞了一个你们无法接受的理由 使得我们哭笑不得 那当然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后人 对对尤其他女儿 对对对那我当时有鼓励他站出来跟媒体说明 所以他一开始是有了 那后来其实他就也希望让自己去就是这个事情就打住为止 但我必须要讲的我我我帮忙澄清一点就是说当时很简单讲是我们整个相公所的撤退机制是失能的 包括高雄县政府事后也证实他打电话去是找不到人的 就是那个应该24小时值班的电话 几集电话是没有人接听的 就甲仙相公所 对对对对对 然后甚至是他们在依法成立的时间点没有马上依法成立 甚至是在事后监察院要追查责任的时候 在相公所补签名就是排班表 这个我都有证据 这个是我们都有直接的证据 可是也是过境迁的 但是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 当你的上级也就是小林村长的上级主管单位叫甲仙相公所 应变中心 他才是真正的地方级的应变中心 你整个失能你甚至没有直班没有排班表的时候 请问他的责任怎么会小于小林村村长呢 变村长责任最大 对那不是最倒霉吗 而且重点是他人不在他没办法替自己辩解 然后前面的高雄县政府里面的一个科员 他事实上是有作证说 他当时因为联系不上驱公所 就等于是相公所后来改制成驱公所 因为联系不上相公所 所以他保险期间 他才又分别又打给了每个村的村长 包含小林村的村长 所以他有跟小林村长通道电话 8月8号的那天下午3点多 他有跟他通道电话 然后意思就是跟他讲说 如果要撤离的话 要趁白天赶快撤离 那最后反正就用这句话 那我就说荒谬了 完全不接电话的人没事 接着电话的人反而有事 你懂吗 理论上是我联络他的上级单位完全不上 他的责任已经是大于 因为你根本不在位置上 或者你根本没有去执行 所以我担心我才会 他说跳过假型驱公所 什么叫跳过 你怎么会 行政机关在执行这种测离民意 你怎么会去跳过一个驱公所 而直接去找村长呢 那你是找不到 还是你担心他的执行能力有问题 所以你才要直接去联络村长 对不对 所以首先他是用跳过假型驱公所 这句话其实我们就已经知道是说 假型驱公所绝对有责任 绝对有责任 而且很明显是大于接电话的 否则大家都不要接电话就没事了 对不对 那这个逻辑我一看就知道荒谬无比 然后还有再来再来就说 以当时的情况确实有可能是 他其实是一种提醒说 如果你要撤离 你要趁现在白天赶快撤 不要等到风雨交加又夜晚 晚上没有人要出门 那我们看那个字据的 因为没有逐字 因为没有电话录音 字据的一个陈述的话 很明显他没有强制要求 有到强制明确的要求 说你就是给我撤 所以算是提醒而已 一个善意提醒 事实上这也很能 坦白讲你说我们 住相下我们也能理解啦 假设你现在还没有很明显的灾情 你有可能是口头提示 只是问题是今天假设 红色警戒已经到了十几次了 黄色加红色十几次了 理论上高雄县政府发给你区公所几次的撤离 你就应该打几次电话告诉村长嘛 对不对 否则你不可能说我要求你撤离十次 结果我只通知一通 通知一通它没有警觉性的啊 如果我收到十通警戒 你想我们是一般人嘛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到第五次你就会紧张了啊 有点不有点火那么大 以前一个台风顶多测个两三次而已 对不对黄色黄色 这次来到十次你会不会给人会嘛 那你如果一样打十次电话给村长 村长也会感受到一样的 这是不同以往嘛 结果他们没有对应的通灵次数啊 你先政府你告诉我你打几通给区公所 结果他每通都掉了出来 他确实每一封撤离 他都有对应一个通灵记录 那相对来讲区公所 你也要提出相对应的通灵记录给小林村长啊 如果这一都提出来了 你们说村长没有依法执行 我们可能还没话讲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是要袒护 就是从很多的迹象 显示是这是一个应变中心组织的失能问题 最后应找一个替罪羔羊 叫做小林村长 因为他死了 所以也不会有后面的追偿责任 因为国家赔偿法有一点规定 我不知道该说好或不好 就是假设你是公务人员 然后你执行你的业务有疏失 然后国家替你付国家赔偿责任之后 国家可以跟你要钱的 在追究他 对对对对 所以行程没有一个公务员敢讲实话 因为这个责任一出来 就是叫代位求厂嘛 我先帮你赔嘛 赔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要 哇 那哪个公务员敢讲实话 第一个不是害到我自己 就是害到我同事嘛 所以大家一定会串供嘛 啊最后之后知道怎么 啊 三个有一个不说话的人 就算是他也没责任 所以就形成最后那个判决结果 就是法院很清楚知道是说 这件事情有行政疏失 无庸置疑就是有 但要找一个人出来扛这个责任 那很抱歉 就是小林村长的 还不能找活人 找活人还有这个代位求偿问题 有我刚讲那个问题 对对对对 如果明确的证实你有疏失 国家是可以跟你要钱的 嗯 那所以我就说不知道这个规定是好 或不好啦 你因为你这样弄出来的话 除非有人你说五点证人嘛 否则谁敢做不利于自己的陈述 嗯没错 大家会会惊啊 国家赔偿责任都是好几千万 好几亿的啊 对对对 嗯 对啊 最后跟我们讲一下今年最新的一个发展 今年算是很转折的一年 对不对 突然就 因为之前一省二省都是败诉嘛 对啊 我们官司输了七年半 就是我们如果用棒球术语来讲的话 我们几乎是三年拜 然后逆转胜 嗯 因为一二三都输嘛 对 然后只有15个人在三省那一次 就是等于是说 哎你们这个这个部分有意义 或准进入延长加赛 嗯 其他人就就三年拜就定验了 对 那只有15个人打延长赛 嗯 那我们其实坦白讲我们已经打到 你哦 你再怎么有信心哦 你打到最后其实都会怀疑的 我们每打一省都信心满满 为什么 因为在法庭上就看得出我们的律师团 哇火力凶猛 提出好多证据 嗯 然后对方律师永远懒冷站起来回答说 没有就是天灾 还有就是因为灭村了 所以做了也是白做 嗯 所以没有责任 我一直在想 测也测了也是白测 因为测的地方也灭村了 所以没测没责任 这种话我们怎么教育下一代 嗯 如果这个逻辑被成立的话 那是不是每个公文都期待说 哇 假设有这种事情 哦 最好严重一点 严重一点 整个村子不见之后 我就不会被追究 我会没有彻底这件事情了 嗯 不是这么说嘛 今天如果当初有 一规定去撤离 你把他们撤到 那个避难中心去 然后最后一样灭村 我们不会怪你啊 对对对 那就真的是天灾了 因为已经撤离了 你会觉得说 该做的都做了 嗯 你会有那种任命的感觉 对 但是问题是事后发现是说 原来县政府曾经多次想要救小营村人的生命 可是区公所都没有去执行啊 嗯 也就是说 纵然那时候只是多救几十个人命 你可能多挽救了几十个家庭 对 那种感觉是 只顾为个能救一命是一命 嗯 就像船要乘了 可是有些会 钢位会真的就像铁拿尼号一样 他们就撑到最后 我能救一命是一命 是啊 那公务人员我们必须讲 让我们尽忠的地方 就跟军公教一样 事实上是 在这种时候 他很有可能是牺牲自己去保护其他 就像前任职殉职那个警察一样 嗯 没错 那是你这个职业被人家尽忠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的法院这样的判决的话 就是有做没做都没差 因为最后发生了比预期更严重的灾害 嗯 我觉得这个是 怎么去教育下一代 这是我 我后来把这个官司一直 我 坚持我的理由之一 这个理由 这个不能形成判例 一旦形成判例的话 我跟你讲 真的是会让下一代的价值观都扭曲 让公务员的那种信仰 荡然无存 就你这本书发行出来之后 你希望给谁看到 第一个我其实还是希望给在台湾各地的曾经身为小林村民或者小林村的后代或者跟小林村有冤影的人带他去回忆小林村这个故事回到梦中的那一个小林村 那第二个当然我希望写给可能曾经或未来不知道在何地会遇到灾难的人 因为我在八八水天发生之后 其实我曾经尝试去找有关灾难重建方面的一些书籍或者是 是所谓的灾难的第一人称的一个角度 我找不到 台湾的历史那么久 你会看到很多政府文献 学者整理出来的所谓的口述历史或什么 可是你没办法去深刻了解 究竟你身为灾难的第一人称 也就是说你可能是天灾的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像我们这样子 然后我是站在第一线的单人自救会的会长 长达快十年的时间 那我找不到这样的书籍 然后我只想到说哇天灾一定会再有的 你看现在的下雨的模式 你就要怕 越下越大 越下越大 而且是都是迅雷不及言的 像昨天晚上高雄又半夜打雷 暴风下雨 比上次台风还夸张 上次台风反了没事 结果昨天一个就是说外围环流就那么严重了 所以我第二很想要写给台湾这些 我要替台湾的重建史或者天灾的见证人留下一本书 将来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们可以从这里面知道说我怎么样 也是从跟你们一样是完全不敢相信的角度 然后变成去接受 甚至最后变成去参与重建 然后花了快十年的时间在这里面 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可以给人家一些启发 跟一些教育意义 然后当然最最终我还是希望小林村的这些故事 跟这些重建的辛酸点滴过程 能够激励很多应该是每一个人吧 因为我想你惨 惨不过小林村 因为我们是加坡人王 对对对 那我们甚至连遗体都找不到 我们甚至连遗体最后这件事都放弃了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大体都是惨绝不全的 像我们二哥是一小段的大腿的大腿骨 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我们宁可不要找到 因为找到了都是不想去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惨 惨不过小林村 但是小林村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什么 就成了我很写这本书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去鼓励每一个在逆境中的人 去让你们知道说 即便是遇到家破人亡这样的事情 你仍然有可能是走出来 甚至还能够对这个社会有一些证明的力量 就会长你这本书出版你会不会有一些担心 就是有一些人你是尽量把它毙掉 或者是有些事情可能或许比较不容易写出来 或者是对当事人不好 你是有修掉的 主持人是内行的 因为我相信你当然网络上你做了很多功课 那你一定也知道很多的一些详情 那我为什么从这个角度 是因为我希望 就是我讲就是说 当年的争议 当年的这些不管是霸道好心还是什么 或者是内部的争执纠纷 坏的我都觉得过了 就对我来讲 人要怀抱着希望 那一直去想那些 当初受到不好 就好像如同如我现在还在一直跟你抱怨 某个慈善团体如何害我们变成一个三个村落 那我也不会有帮助 我也不会改变这件事情 我只能在于接受这些现实基础情况下 去做最好的努力 而且何况这不是小影村10年之后想要带给社会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说这些争议 荣获在当时是对我来讲是非常影响非常巨大的 可是经过十年的沉浅跟回顾之后 你会发觉就像我讲的 我想让大家记得是小影村的美好 而不是当初重建的那些争议或者是力量 对那人民更不用讲了 我觉得里面我写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包的 那扁的我不太会想去提 就是我讲都过了 那除非少数政治人物的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我是希望台湾不要 反正只看到政治就想要蓝绿 然后连重建也分蓝绿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形态 或者是连我们这些重建的leader也要被贴 你贴标签 我希望我们有立场 可是我们的立场不会影响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努力跟决心 你不能要求人没有立场 人可以有立场 就像我的资就会干部里面 我们蓝绿都有啊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吵过这种事情 没有 所以我其实也是想要告诉说政治人物 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帮助这些灾民的时候 就是帮助他 不要去算计 不要去想到获得什么政治利益 因为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 这些灾民对你发自内心的感动 所以帮忙的人 之后你会得到很多原本可能不是你的票 那你如果拿我们来作秀的人 你可能会跑掉很多原本属于你的票 这是我唯一想要提出的中雇啦 给这些政治人物 所以你现在每年有哪些时间会回去 我其实接下来 应该是说我们 我还是跟很多人一样是会尽可能的少回到遗址啦 那因为那条路是太熟悉的回家的路 所以其实坦白讲 我通常进去就是因为陪朋友进去 陪媒体进去 因为我不晓得 我们很多小灵人都还是会希望他们只是还在那个地方 可是我们每每回去就会提醒自己一次是他们真的不在了 所以这种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就是某一种的心理的因素 所以回去遗址现场的机会不多 那也会避免 但是未来我接下来下一步我既然已经把书写完了 我就希望把过去美好的小灵村能够复刻出来 那所以我计划今年底 或慢的话明年初 我可能会在我们的山林区这边发展我们的小灵村的民宿 然后这是用一个农村旅游的方式 我想把过去小灵村的美好生活跟童年记忆复刻出来 让现代人有机会去感受到当年的小灵村是怎么样的一个 生活模式 今天非常谢谢这本书的作者 我们的蔡松玉会长 好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